你好 這個我們過關了嗎? 還好 好,來吧 好 我們其實有開六次回憶 就是包含一次協作回憶、五次工作方式 在設計明年的報學軟體 那明年的報學軟體其實一開始就是這位卓智元 他是一個設計師 他在平台上面提議說 報學軟體難用到爆炸 那所以呢 當時就是有財政部的一位PO 然後我們進亨就在我們樂會上面主動去提案 然後說這件事情這個確實財政部也許是跟提案者不要站在敵對的立場 而是大家一起來去把這個報學軟體做得更好 所以說我們在協作會議上面就是貼便利貼 用360這樣的方式 去把大家對於報學軟體的不滿一次全部判點了起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是從收到宣導 然後選擇了詢問滿意度 進入報學軟體畫面 系統不明原因爆炸 健保卡、元件安裝 所有的部分我們都盤點出現行的報學軟體 所有的這個缺點跟問題來 那在接下來呢 這個他們就開了五次的工作坊 那這五次的工作坊每一次呢 都可以 你可以看到包含我們的廠商 包含我們的公務員 我們的PO 然後我們的就是第三方的主持人 引導者 跟提案人 這個所有人都一起去試著去想說 報學軟體可能怎麼樣去變得更好 這樣子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看到本來長這樣 然後在大家一起設計之後呢 就變成這樣 也就是說其實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這個臉書或者提案 只是就是大家跟政府溝通的第一步 並不是說誰跟誰是一定是敵對的關係 而是說任何有不滿的朋友 我們就邀請進來 然後看怎麼樣 一起把政府的事整變得更好 這樣demo完了 這樣有demo到嗎 有 然後剛剛提到的360紀錄就是像這樣 喔 這個是在開會的時候 對 這個是在開會的時候 就是一面去拍的 然後那它是有就是相當好的 但是我們農委會的PO 對 那它有相當好的機器 但是你剛剛那一個橋段也在還是什麼 那個橋段嗎 比較有畫面感 比較有畫面感 360的 360的 好 修淡姐 我換成用電腦來轉 這樣比較 比較酷無樂 好 OK 好 修淡姐 這張先給你 等一下 可能會 好 簡單講 我在想 我們 你看你要先怎麼協助 先從過去 先問他說 這個辦過24場 對 有辦過24場 23 因為這個還沒開始 這個是下禮拜的 24號 是 辦過23場 這一個我們有做新聞 但這個還沒開嘛 對 所以就是說可以說 先問 過去 對 有什麼樣的心理跟感想 然後再來你昨天 你有想問就是說 對於這個平台有沒有什麼 會有什麼樣的 規劃 盤點還是什麼等等 對吧 好 然後這個堂鳳他會回答 我們會有什麼機場 這個盤點會等等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他來講 就是說 除了 因為你剛剛講的是製度面 你要問的是製度面 然後他會講一下技術面 所以他剛剛講的說什麼 秀那個360 那就像他來講 然後當然他會從這邊再切入就是說 其實我們 包括我們5月10號 你可以看到我們拍那個宣導短片 其實我們一直在努力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希望讓沒有參與過協助會議 或者是有興趣參與的人 能夠知道我們協助會議 到底是在做些什麼 所以其實就是說 從這個脈絡來講我覺得比較順 那到時候再麻煩你幫我們帶到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們之前拍那個是一個 委定的 我知道 對 那這個時間表你要到時候 你要把它秀出來也可以 因為我要解釋的只是說 這就是我昨天跟凡主任講 就是說伊倫他的 他是把這個當作是你們的議題裡面 在開會 其實不是 而且你看我們之前 寫作會議的主題都在這邊 但是其實這個不是 怪事怪事不在 這回去原委 回去原委 所以像這個 就是我們在開會的過程 然後這個是在旁邊 所以你不只可以看到他傳聯不同的回場 你可以看到紫薇啊 我們縣長啊 然後我啊 參與者 對 看到參與者每個角度 每個人的反應啊 表情啊 之類之類的 他是完全360度的 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 那我們現在 這個就是可以到大概 就是5K以上的解析度 那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戴著像那個HoloLens 你戴那個眼鏡的話 你可以感覺到 像你就是在會唱一樣 這樣 所以這樣就可以把兩三個 不同的空間區域串聯起來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樣子你就可以 因為一個會議是 他能夠做的人有限嘛 但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串聯非常多 這可能幾百人的大禮堂 大家加在一起就可以去 有相當多的這個討論 這樣 這樣有畫面嗎 OK 我們要接著下一個 下一個電話 OK 另外一個技術面上面 我們正在處理的就是 等一下 就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我們目前正在用一個 互動問卷的方法 去詢問 所以他不只 這個網站不只是 可以讓人家複裔 或是提意見 對 他也可以去做一些引流 讓大家用一些 比較創新的工具 然後來就是去分組 所以好比像說 你不管這個 同不同意 贊不贊成 你只要投票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 你的那個頭像 在你 在這些就是你的朋友中間 進行這個 浮動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就可以 更清楚的 把大家的意見 這個聚焦 然後可以找出 各方的共識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是一套 叫Police的系統 好 這樣畫面差不多 OK 謝謝 待會兒你最前面那個 報稅的網頁 我在拍照 好 就你們以前跟現在 不一樣 就大概 就是那個 就順便再講一次 好 順便再講一次 好 我覺得這還蠻酷的 對 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就是有人 在上面提案 叫做報稅原題難用到爆炸 那這個提案呢 我們就由這個 我們的開放政府聯絡 財政部的PO 還沒有五千人 他就很主動的去說 我們應該要跟這個 朋友來進行協作 所以我們所謂的 開了六次會 其實是跟這個案子 就是報稅原題案 開了六次會 那第一次就是 我們的協作會議 這個協作會議 大家在這邊去盤點 現有的所有的 報稅原題的問題 在哪裡 每一個階段 每個人碰到什麼 你看使用者的需求 使用者的情緒 解決方法 這些東西都有在上面 那等我們盤點出問題之後 我們就要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就開了五次的工作方 那每一次呢 都有這個廠商 然後公務員 然後我們PDs的引導者主持人 我們PO這些朋友們 他是在一起 然後呢實際去開這種 就是我們叫 服務設計的 這樣子一種工作方 那這種工作方的好處就是說 他可以非常快的 就做出一些成品出來 本來的報稅原題是長這樣 那網頁也是長這樣嘛 那我們在工作方之後就 你看右邊是所有不同手機的這個型號 他就可以去確保說 我們明年在報稅的時候 你不管是用什麼大小的螢幕 你看到是一個 非常容易進去的一個畫面 那本來的試算畫面可能講這樣 那現在呢 也會變成很容易 你在平板或手機上就可以操作 在Mac上當然也可以操作的樣子 講完了 講完了 右邊真的比較輕 比較方便耶 對啊 像我看了我就覺得說 我會一個一個去仔細看 左邊的字 全部記在一起 對 而且你也不知道你眼睛要放哪裡 對對對 而且比如說 我要找什麼東西 我要報稅 報索的稅 還是營業稅 我該怎麼找 對 那像身份的驗證方式也是嘛 那比如說自然人憑證啊 或者是呼號啊 或者這些 那每一個部分需要什麼 這邊是用不同的顏色把它弄清楚 可是在這邊的話 要在本來的這個情況下 你要好像一個一個按進去 才知道說這件事情 到底需要你提供什麼東西 所以像這個就是叫做服務設計 所以我們開了一次協作回憶 五次工作坊 就是六次回 就是把這個服務設計的流程 它弄清楚 所以未來就有可能是 右邊的這一半會 我就很確定 明天報稅的時候 你如果是用好比想說 反正只要不是Windows 你現在很難報稅的那些 iPad啊 或者台Mac啊 那你就會看到 右邊這樣子的畫面 Windows還是左邊 Windows你有兩個選擇 對 你還是可以用舊版 如果你對舊版已經很熟悉了 對 假設你已經很熟悉了 那這樣我們還不強迫你去換邊 就是說你也可以用右邊這個新的系統 這樣子 這樣還 這樣也不錯欸 對 欸大哥 那你這個 有沒有想要用哪一個頁面 我想說你站在這邊 等一下再專門訪問一下 我們做訪問的時候 那你看你頁面想要用哪一個 你選一個 只能有一個頁面而已 只能有一個頁面而已 沒有啦 就是背景可以 只是當背景可以 都可以 對對對 可以啊 對嘛 好 因為它有點那個場景 對嘛 好 好 好 這個燈要需要亮一點嗎 不用 不用對不對 打開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對 對 這樣 好 這樣比較亮 這樣對不對 大概就站在這一角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這邊 我們就是先想問 比如說像你這樣做這個平台 長期觀察下來 你的心得是什麼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可能有些人 因為前陣子 他會有一些比較爭議 就是說 你這個 有人 民眾的提案可能就是說 會有一點 情緒或者是怎麼樣的 就是說 可能有一點 或者是太瞎的 就是說 跟外星人跟建交啊 什麼 那個沒有進入覆益 那個後悔 對 那 因為這樣勢必也會造成一些 作業上的風範 對不對 那就是說 未來的規劃 就是說這個平台是 可以朝向 比如說實名制啊 或者是用手機登錄 或是朝什麼方向走這樣 好知了 好看 這我也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說 你平台 觀察到現在 觀察到現在 你覺得 你的心得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這樣子 整個制度 到目前也兩年了嘛 曾有這個平台 公務員的朋友們 從一開始覺得說 這可能只是加重自己的負擔 到現在覺得說 我們一次把話解釋清楚 每個部會都知道 別的部會在這個議題上面 要做什麼 長期看來是有減輕負擔的效果 所以各個部會的 開放政府的聯絡人 都還是覺得說 這個對大家的工作 其實是有幫助的 可是 該怎麼去避免說 有一些議題可能太 太不符合實際面來講 就是說 未來是不是會有一些 相關的規劃 還是說你覺得 未來可以怎麼去運作 當然如果它超過 行政院的權責 或者是它危險 我們直接就會撥毀掉 這個是沒有問題 但是未來更精進一步的規劃 目前就是國發會 正在開四場的諮詢會議 已經開完的是跟各部會的 開放政府聯絡人的 接下來就會跟專家學者 開一場 跟網路社群開一場 還有就是跟曾經提案的 包含我們青年諮詢委員 這些利益關係人再開一場 在這四場開完之後 我們就會熟練出 接下來精進的模式 所以說未來會 朝向什麼模式 現在還不一定 就我們當然有拋出 各種各樣的想法 但是我想這個平台 它既然是一個 公眾參與的平台 我們這個平台本身 如果規則要做調整 也要用工作參與的方式 來進行調整 所以對您在手裡 開放政府這一塊 它其實是方便 您更多去做一些 比如說像剛才沒有 報稅軟體 就是跟那個 相關的單位去做處理 會比較 應該怎麼講 就是說比較方便 還是說它其實 會有點難溝通 就跟公務員 其實是滿容易溝通的 就是大家只要願意 放下情緒 用對等的方式 就像我們國發會 陳主委說 這是一個接地氣的方法 因為如果我們用一般的方式 去發問卷這些 那其實像連署人 這樣子的一些專業的 對報稅軟體 有貢獻的朋友們 就沒有辦法用 他們完整的這個所學 來跟大家一起協作 因為我們沒有把它 要到廚房裡面 它一直都還在廚房外面 對不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我們越 很多對等的溝通 那民間這些專業的力量 就可以越能夠進入政府 那可能因為還是有很多人 現在還是有很多民眾 他不曉得說這個公共資深討論平台 它是一個由政府主辦的一個網站 他很多人可能以為說 它可能是民間的一個網站 那正偉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說現在的使用率來講 或者是說未來你們朝向 讓每個人都知道對不對 是我想網址 join.gov.tw 它本來就是一個政府所嫁的網站 目前的話台灣2300萬人 已經有接近500萬個自然人 有用過這個平台 其實算蠻多人的 那人次也是超過了1000萬人次 那接下來我們像剛才360 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希望大家的參與 可能不一定完全只是網路 而且它可以在它的 好比像說那是澎湖縣的大力塔 它可以實體的來參與 一樣會被記錄到平台上 這我剛剛講說 你們有統計出自然人 是說它登附這個網站 是要登記 比如說名字還是什麼的嗎 沒有 進入這個網站 如果你要提議的話 目前是需要手機的認證 就是你需要一個簡訊 對 那不然的話呢 你只需要一個E-mail 或者是一個社交網路的平台 所以剛剛講自然人的意思 比較是說 你有一個Facebook帳號 或者是說你有一個Gmail 但是是這個單一的Gmail 或單一的Facebook帳號 曾經來用過這個網站 所以你覺得到目前為止 使用率還算平安 對 目前我想相當多人就是 可能它來用是專門來連署 它關心的議題 但是在它連署完之後 它在底下我們會推薦它 這些議題你也有可能關心 那可能推薦三個 那這樣的話 它就不是完全只是小我 它就會開始去想更多 跟它可能不直接利益相關 但是它也許會關心的公共政策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對於民主神話 對於神話討論 都是很有幫助的 政委有預期說 也不是預期就是說 希望它未來 可以觸及到每一個人嗎 還是怎麼樣 比如說未來兩年內或一年內 我希望它可以 讓全台灣民眾 至少每個縣市都有人參與 有這種目標嗎 確實現在很多地方政府 已經開始跟Join平台合作 所以說越多的地方政府能夠合作 我覺得這個就越接地切 因為很多地方的事務 確實就是在地的朋友們 比較了解 能夠比較關心 所以當然未來我們希望 越來越多的縣市 但你如果今天去這種平台 你就已經看到 已經三個縣市 或甚至是包含審計部 都一直在使用這個平台 所以未來希望各個部會 各個地方政府都一起參與 有政府帶來投 謝謝 好 OK 鄭委員姐 燈再幫我發安一點 大哥你站在那一腳 然後再切換一下那個 切換一下那個 那個 不是那個聲音是不是 因為它有熟嗎 不拍一點畫面 我打開 燈這樣咧 就剛剛原本那個 一開始那個燈就好 這樣 現在在接觸這個平台的 你可以再 這亮一點點 親人味 有一點白的燈 可能退休人士也很多 真的好 就是時間越多的就 就花越多 這樣這樣 對 因為我本來一直在想說 會不會可能一般民眾看不懂 其實如果用手機簡訊的話 其實還蠻容易的 大家現在用LINE 如果有用過 其實就會操作 對 好 所以我現在還要再解說 我就是幫忙 就是一直跳 三秒鐘 三秒鐘跳一個頁面 按你在後退兩步好了 這樣 電腦不會開到 對 電腦 好 還是你要幫我按 我幫你按 你幫他按 就是有 有點你在簡報的感覺 那你三秒鐘按一下 對對對 類似簡報的感覺 三秒鐘自己跳一個 可以從第一章開始 重來重來重來 Rewind 三秒鐘 等一下 好 來開始 政委在跟公務機關 檢視這一套東西的時候 他們一開始的接觸度 他們一開始 會不會有點掙扎 應該是還好 大家最怕的都是說 來是不想好好討論的一種 是心裡有恐懼 對 那個是我們把22次下來 大家都能夠好好坐下來談 自然這個恐懼就消除了 而且很多就是 就變成 一直有聯繫的類似好朋友 可以一起來做這樣子 像如果說 比如說 一般民眾 他如果有興趣 他如果有興趣 那個旋轉那個 旋轉那個 旋轉那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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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一樣就在這邊,然後你都可以比下去嗎? 一般民眾他有興趣,也想要參與這個工作坊,或是參與討論,他可以透過除了這個模式以外,他可以去... 當然,其實有所謂的參與式預算,另外或者是有很多地方政府般的活動,那在裡面他也都可以對他的在地的議題去提出意見 那Join平台它就是起到一個把所有的紀錄都放在這邊的功能,像台北市之前怎麼分配社會住宅,也有使用Join平台來當作他們討論的這個基礎,所以其實只要訂閱這個Join平台在Facebook上的人私頁,就可以看到很多不管是地方還是中央相關的一些事情 這個對比如說一般民眾來講不會太難喔? 我想我們平台還是一直把它改得更易用,更容易親近,所以這個平台本身的改造也是在我們現在四場咨詢會議裡面的這個內容 他那個運,比如說專業度跟普遍性 我想很多人第一次來這個會議的時候,他不一定是平台上面的所有東西都看過,但萬一他切身相關的那一個案子,就會有人幫他解釋我 我們會把盡可能播的像影片啊,文字資料啊,逐字稿啊,都放在這個上面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像大家看這個或戴VR或怎麼樣,看這個其實就很容易了解 因為就好像你在現場有人跟你講話一樣,但如果完全都是字,確實就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在平台上面會盡量連到這樣子的心智圖,或這樣子的互動性的畫面 大家有點想一面看直播,一面就,現在不是有很多直播拍賣嗎? 對對對,就是這樣就一面有人跟你... 有一個正面回饋,直接回饋 然後你一面就可以回饋,我們是朝這個方向來規劃 OK,這樣OK了嗎? 可以可以可以,這位謝謝,不好意思 謝謝 好,這樣就對了 那你們還有什麼要補充嗎?還有嗎? 沒有啦,好,謝謝 這位謝謝,保衛指導,命貴的 那換成這個,短片就麻煩你再戴到就好了 好啊,OK,然後這張你... 我有我有 因為我是覺得這一張齁,如果你可以的話,也幫我們選一下 因為原因是就是說,我是難得有這個機會讓大家知道 一直來給他 對,就是他就給我的E-mail 開個Gmail,開個Gmail,你就直接寄 我請我同事寄給你,這樣或許比較好做 因為或許即便是,就是有點捲動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就是說,我們到底... 好啊好啊 OK,好,謝謝 好,這位謝謝 OK,然後你如果六日看什麼再發 好,播到時候我跟您講 OK,好,謝謝 好,謝謝